在美容保养圈 现在最红的成分 维他命A 帮助我们紧致皮肤淡化我们的细纹 不是越高浓度就越好 很容易烂领 可能越抗越老 欢迎回来凯文小的美 大家好我是Kevin 在美容保养圈呢 抗老产品里面 都加了一个现在最红的成分 那就是维他命A 之前的影片曾经告诉大家 维他命的这个作用 维他命A、D、E、K呢 它们是属于脂溶性 必须透过跟油脂 才能够发挥它们的作用 那么维他命A 它平常呢在口服 可以帮助我们增加我们的视力 避免肝炎症、夜盲症 保持皮肤的湿润 调节我们的免疫力 平常我们在饮食当中 一些深绿色、黄色啦 红色这些蔬菜里面 鱼啊、肉啦、动物的内脏 尤其是肝脏 都富含有维生素A 那我是不是要多吃 不 你要医生提醒你要补充 才去补充 过度的补充维生素A 可能它会形成你肝脏的负担 可能你还会有维他命A中毒哦 保养品里面的维生素A 主要是A酸 吃进去的维生素A 它只有非常少量会转换成A酸 所以最早期的A酸是出现在药品里面 它有非常好的油脂的控制能力 以及角质的代谢抑制皮肤上面不好的菌从的增生 所以呢在最早期的时候 A酸是皮肤科拿来针对痘痘的皮肤 那么有分成了它的外用的A酸 以及口服的A酸 除了刚才讲的来治疗痘痘之外 因为它的分子比较小 它可以直接进入真皮层 刺激胶原蛋白的增生 代谢已经没有什么作用的胶原蛋白 所以呢它有很好的抗氧化抗老 它可以帮助我们紧致皮肤 淡化我们的肤色 淡化我们的细纹 紧致我们的毛孔 但是它可能会让你的皮肤干燥脱皮 产生刺透 甚至可能会有光明或者是光反黑 在很多的亚洲人的体质上面 有些人都会形成粉刺 甚至于毛痘痘 A酸这个成分在台湾呢 它是明文的严厉的规定 是不能够添加在一般的保养品里面 它必须透过医生的处方 还有医事人员的指导之下才可以使用 最大的禁忌 最不能适用的人群就是孕妇了 只要有怀孕准备跟怀孕当中的 都不建议你使用维他命A酸的产品 因为它可能会引起你的胎儿 而不正常的发育 A酸的家族他们有四姐妹 就是A酸 A全 A纯 A脂 这四个姐妹 透过酶的转换最后变成A酸的作用 A酸它当然是作用最强 但是它最刺激 而且你在市面上是买不到的 那A全它是最接近A酸 它只要转换一次 几乎大概1比1左右的转换率就可以达到了 但是呢A全它就必须要有很好的包覆技术 像现在有很多的品牌 就会透过所谓的微脂囊的包覆 进入到皮肤之后慢慢的转换成A酸 然后去代谢达到它的作用 那么接下来呢就是A全了 大概就算6比1的转换 然后到A全之后再转换成A酸 好最后一个呢 也就是家族里面的小妹就是A脂 其实A脂也是维生素A的衍生物当中 最早被拿来作为保养品当中抗老的一个成分 相对也比较安全温和 在亚洲呢日本滋生糖 是这个维他命A衍生物的第一个使用的集团 那么目前在台湾的卫补部 除了A酸有严格管制 不能够添加在保养品当中之外呢 对于维他命A全A醇A脂 都没有特别的浓度的限制 大部分的这个品牌 大概就是0.01到1%或者是2%左右 一定要记得不是越高浓度 对你的皮肤就越好哦 如果你从来没有用过 维他命A衍生物的保养品 通常我会建议你呢 都还是先用在耳后这一块区域 先做局部测试 如果不会敏感的话呢 我建议你一个礼拜一使用一次到两次 比如说礼拜三跟礼拜天 让你的皮肤中间有一个适应期 确认皮肤不会敏感之后呢 再慢慢的增加次数 第二可能会引起你的皮肤的干燥 然后呢会有一些敏感 甚至于脱血的现象产生 你一定要协同好的保湿的产品 B5 玻尿酸 甘油 绞砂碗 神经吸氨这些 能够舒缓保湿的成分 作为你的后续减轻或避免皮肤 抗氧化的保护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所谓的找C1A 此外呢第四点 当角质层快速的被更新之后 你新生的柔嫩的皮肤 它只要受到紫外线的伤害 其实它受伤变黑的程度会更强烈 所以呢在白天 一定要做好完整的防晒 很多人就会有疑问了 使用维生素A的衍生物 真的不能白天用吗 像资深堂集团 他们在研究这个A纸的时候 他们透过了包裹的成分 再加上A纸本身的温和的作用 以及协同的其他保养成分 他们其实在白天也可以用 只要你白天有做好防晒 那当然如果你的皮肤是非常健康 你所有的这个保养的知识 保养的成分 都用得非常好的话 当然其他的维生素A的衍生物 也可以在白天用 记得防晒健康皮肤 协同性的保养成分 都做好的状况之下 好还有人会问了 维他命A的衍生物 它有很好的更新角质 那酸类不是有更新角质层的吗 那强强联手 是不是会变得更好呢 或许可以 可是你的皮肤够强吗 维他命A的衍生物 它转换成A酸的时候 它的pH值是相当低的 所以呢一般的酸类pH值 也是相当低的状况之下 对于皮肤的刺激性 相对是非常强的 你可能皮肤就很容易烂粘 有些人会说什么 哦因为酸类 会破坏维生素A的结构 会打坏它 然后你的维生素A就没有效 其实在文献上面 并没有这样子研究报告 好了所以就会衍生出来了 使用维生素A的衍生物之后 我还可以用维生素C吗 以前传统的维生素C的衍生物 其实也是偏酸的 但是现在有很多维生素C的衍生物 pH值是非常温和的中性 或者是它的安定度非常的高 其实这两个混用 对于健康的皮肤 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好其次呢 使用维生素A的衍生物搭配B5非常的好 因为B5是一个很好的保湿修复的成分 但是B3就要考虑一下了 因为维生素B3 它本身也有代谢角质层的作用 如果你在使用维生素A的衍生物的 保养品的时候呢 如果你用了含量太高的维生素B3的话 你可能皮肤会产生刺激感 对于健康厚实的皮肤 可能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 可是对于比较敏感 比较熟灵 比较干燥的皮肤的话呢 那就是一种刺激度了 如果你要做一些皮肤表面 有破坏性结构的这些医学美容 比如说你要做皮鸟雷射的话呢 强烈的建议 你一定要先跟你的医生说 你现在有在用维他命A的 野生物的保养品 成分不同 含量不同呢 医美疗程前要停用的时间也会不同 一般是以三天到一周作为一个间断 否则的话呢 你会整个皮肤脱一层皮 如果我自己就有这样亲身的经验 所以一定要提醒大家 至于医学美容之后 多久才可以用维生素A的 眼神物的保养品呢 A纸一周以后 你可以考虑开始慢慢的局部试试看 不过如果你是A纯或者是A纯以上的成分 必须要有你的医师帮你判断了 经由他的指导 你再去使用这些产品 千万记得欲速则不达 使用上面可以大胆一点 但是这也要咨询一下你的皮肤科医师 那么针对熟灵肌的部分呢 就分成了两边了 一边是属于混合偏油的熟灵肌肤 这个时候你可以考虑A纯 或者是呢 间歇式的使用A纯 我通常会说 长时间的用含量低的 短时间里面快速换肤的 就用含量高的这样子 但另外一边 如果你是熟灵偏干 偏敏感的皮肤的话呢 那么我就会建议你次数 可能要注意之外呢 你可以挑选A纸 现在的保养品厂商呢 它可能在A纸的这个使用上 给你一个多元抗老的鸡尾酒的疗法 避免直接单一成分 刺激你的皮肤 可能越抗越老 建议你就是保守一点 把时间稍微拉长一点 在抗老的这条路上面 才会有更稳定 然后更有效的作用 很多品牌 它可能就会出A纯的眼部 A纯的全脸 A纯的霜 A纯的水 那我是不是一定要叠加来使用呢 这个也要端看你皮肤的耐受度 因为不是叠越多层 对你的皮肤就是越好 因为每多一层浓度就会增加一点点 你可能用一瓶不会刺激 可是你可能用两瓶就会刺激 总而言之 不管是A群 A纯 A纸 对于我们的皮肤 有非常多的这个好处 除非是A酸 否则通常都要六周以上 你才可能真的去体验它的效果 它是可以长期使用的 尤其是如果它的浓度比较低呢 它有些可能会希望你用到一年左右的时间 你才可以清楚的去感受到它所谓的 紧致皮肤跟淡化毛孔 在抗老的这条路上面 没有一步可及的 从你的生活当中 从你的运动当中 从你的饮食 睡眠当中去结合 抗老才可以真的不老 喜欢我的影片千万不要忘了 要订阅我的频道开启小铃铛设定 全部提醒哦 凯文想到没 我们在下一个保养品成分的教室再见